今天想起来前几天跟石河远方探讨他还是单身吧 然后就提及他的择偶标准 他坚持的一点是对方必须是一直单身 假定对方有过结婚离婚的历史 他不太想考虑 我其实一直想破解他这一点 因为就我所了解的现在所谓的一些未婚的一些男生女生 其实挺复杂的 最直观的印象是在肉干年前 我陪我父亲去一个医院 当时我父亲是 哎呀这都多少年了 好多年以前吧 然后去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医院 一个密疆外科 陪我父亲去做手术 他那个手术室是各科轮流的 各科轮流这样的 然后在手术室的门口呢 就写了这个字 比如说谁谁谁 什么什么手术啊 然后就看到走廊那边坐着一些小女生啊 你看就是学生的这个模样啊 他们是做叫人工流产手术吧 我当时很惊讶啊 因为看他们那个面庞怎么也跟他们所做这个手术 好像联系不到一块啊 由此呢 那个景象我记得特别清晰 而且甚至有的女孩是自己一个人去啊 对吧 就是她的男朋友啊 或者什么的都没有陪同 一个人去做人流啊 但是我觉得印象就这种感官方面的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然后再过了一些年呢 然后就听一种观点啊 就是说 嗯 现在好像 嗯 这个 不怀孕啊 就是叫不育不孕吧 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啊 所以我就 由此就想起来 是不是跟 就是有一些 当然这个 只是一些人啊 那么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多次流产啊 比如说 他流产 他用常规的这个操作 是叫刮工对吧 那么刮一次呢 他这个 这个内壁呢 就薄一层对吧 一刮 它是有损伤的 刮一次 刮两次 刮三次 最后 有的据说是 刮的都跟纸那么薄了 就没有办法正常怀孕了啊 这是 未婚女生的 一个印象啊 这是一个非常感官的印象 另外一个呢 是我在来美国之前 来美国之前的一两年吧 然后 我们一个同事 他跟我说 说他们的一个同学 我这些同事是个年轻的同事 他说他们同学是个小伙子单身 然后已经约了 十多个还是十个左右啊 就是说已经约了 十个左右还是十个 我忘了啊 他可能说的有点夸张吗 我有点惊讶啊 就是说他已经约了这个十来个什么 发生一些身体的接触啊 但是并不是说 花钱怎么着 而是就是纯粹的啊 就是这个男生约女生啊 然后对吧 目的就是发生身体的接触啊 这个也让我觉得挺惊讶啊 所以你看就是从我所 举的这 两个例子呢 其实就可以看出 其实他并不那么简单啊 就是所谓的一些 哦 sorry 所谓的一些单身的这些 男生女生 他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啊 他并不像 咱们 传统意义上啊 单身 他这个 他所坚守的一些东西啊 就包括反正我的印象里呢 在我在读 大学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那个 年代啊 就是基本上还是非常 呃 保守啊 是 呃 甚至说 好多女生 她们都想着说 要结婚的时候 才可以有 真正的实质意义上的这个接触 但是现在或者说 肉干年前就不是了啊 是真的是很 呃 就就包括 比如说看一些 呃 比如说类似于《非诚勿扰》啊 就这样的这个 速配的这个节目 对吧 然后就有一些 呃 男嘉宾女嘉宾 然后就 一点都不避讳啊 说您有过 几次什么恋爱史 然后说 有过几次 然后说为什么分手 然后说是因为 他嫌我打呼噜声音大 然后半夜把我推醒了 这样呢 我们就吵起来了啊 所以你看 他这个就直接 客观上就 验证了啊 这个 对吧 就是属于 虽然他未婚 但是实际跟结婚有什么区别呢 对吧 甚至可能比结婚还要更可怕 对吧 因为 我也知道就是有些他 说是未婚实际已经 呃 对吧 乱成一段套了都已经啊 所以我真不觉得 呃 像石和远方所坚守的 说对方必须未婚啊 我觉得并不是 我觉得完全不是啊 甚至说 假定对方 他 接过婚离过婚 那么至少 那么他曾经有婚姻的这个约束 对吧 那么他还不敢 自意妄为啊 那么 怕就怕的一些未婚的啊 这个人呢 反而是 乱的不能再乱啊 不堪入目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 区别对待 就是不能以 上个世纪的这个未婚 这个标准 来看待现在这个未婚的 这些青年 对吧 嗯 这是第一点 我对石和远方 他的这个观点 不太认同的地方 第二点呢 嗯 就是他说 嗯 在找对象的时候 对方的年龄 没有上线啊 我这个也不太认同 我觉得 基本上还是 不管男女呢 都 一般来说 尽量找这个年龄相仿的 如果实在找不到 年龄相仿的 那没办法的情况下 你可以考虑 年龄跨多大一点的 这是 我总觉得这个人 他这个精神 灵魂的这个载体 这个肉身 他就是非常精确的 到了什么年龄啊 他这个器官 老化到什么程度啊 他都是有规律的 就像这个车一样 你开了多少年 这个车老化到什么程度 其实都是 有迹可循的 嗯 对于有些人 比如说他已经 50岁了 60岁了 但是外表看起来 啊 这么年轻 对吧 他只是看起来年轻而已 但是他这个 内部的零件 他已经老化了 看这花 是吧 哦 这边 我要拍个照片 我拍一个照片 一个花丛 是吧 就像这个花一样 你看 它就是这样嘛 它都有这个 使令季节的 是你 通过打肉毒素 通过这种 比较高端的化妆术 种种术术啊 把自己弄得很年轻 是吧 但是实际你内部的 身体的器官 它都老化了嘛 对吧 它的弹性 它的含水度 胶原蛋白的含量 是吧 都降低嘛 所以我第二点 不太认同 施国远方说的 哎 这是郭北北草 是吧 郭北北草 对吧 所以我觉得年龄 还是最好 是有一个 大体的一个范围吧 再有呢 就是 我其实 还是跟他 在探讨的时候 其实当时也说了好多吧 就是 具体什么内容 现在也有点 模糊了 但是 呃 毕竟不是产品啊 如果产品呢 你可以定制啊 那么对吧 呃 你可以多花点钱 我就要他啊 要订购这个尺码的 就像以前我在淘宝上买那个 那个 史木沙发的时候 啊 但是当时想买一个 史木沙发床嘛 因为当时二宝要出生 然后 我就想着 哎 这个 这个家里空间 有点不够用啊 就想把这个沙发换成那个 沙发床啊 然后 我在那个淘宝上面定家具嘛 它那个尺寸 没有适合的 没有我想那么大 因为我量 家里的客厅 那个面积可以做成 两米乘三米的 就是把它展开之后 它可以变成一个 两米乘三米的一个大床 我说有没有 你可以做成 就是把它展开之后 变成两米乘三米 规格的这么一张大床 它说没有 没有 然后我说 那我定做这个尺寸的 可以吗 然后你 需要多少钱 我给你 这样的 哎 可以 对吧 定制本来没有 原本是没有 他们这个淘宝店 卖家具的 没有这个 两米乘三米 这个史木的这个床 我 我给他钱 我加钱 他就有了 但是人就不是 你说 你想找对象 然后 你就算是通过煤盆找 那么我加钱 我翻番加钱 但是那也找不到 没有 他这个人就是 你去县去坐 不敢烫 对不对 对吧 也没法改装 对吧 经过改装的 也不敢要 对吧 你说一个美女 她全身都是 各种都是整容的 都是假的 你敢要吗 就是 是吧 有些地方 垫了这个硅胶了 有的地方 注射了 对吧 这个具体不知道了 反正就是 如果他 就是说 一不小心 鼻子一碰 鼻梁歪了 比如说有的人 垫鼻梁 鼻梁弄歪了 对吧 或者说一弄 这个一下楼 呱唧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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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唧 下楼走得快 就感觉胸前 这个有水袋 哐哐哐响 你敢要吗 对吧 所以我觉得 这个 其实这个第三点 我跟他的差异呢 就是 我还是说 你可以心中 有这个想法 这个汉的一个帐篷 两个帐篷 你可以有这个标准 但是你在实际 在找的时候呢 你可以 就可以就 就那么一说 对吧 就是仅仅那么想而已 但是 你完全找一样的 应该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 除非说像过去 皇帝选飞 过去皇帝选飞 也没有那个条件 当时也没有网络 对吧 现在你通过 网上找呢 那么 你可以说搜索 年龄 身高 学历 月收入 对吧 你可以把这个 各个标准 给他 确定了 一点搜索就出来了 对吧 但是其中也有假的 然后 还有存在着 这个找的像的时候 对方 尤其是女方 就是很直白的问 就是你有没有房 房有没有贷款 多大面积 有没有车 什么车 你赚多少钱 怎么怎么地 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 其实都已经变味了 就是说 第三点差异呢 就是还是 可以有标准 但是你在实际 在择偶的时候呢 这个标准 要灵活一点啊 就是 所有的原则 都是灵活的 就是第三点差异 然后第四点呢 就是 人们所想象的啊 我就找一个 跟我心心相印啊 相濡一墨啊 想法完全 或者基本一致啊 这个呢 我觉得也基本上 基本上没有 我觉得啊 因为成长背景啊 各方面都不一样嘛 对吧 如果有呢 那就是天意啊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是没有的 所以呢 实际在 交往过程中 也得要打折扣 不单单是 你在找对方的时候 对方让你觉得失望 对吧 你反过来想 有可能 你也会让对方失望 对吧 你觉得你挑对方 对不对 但是对方可能也在挑你啊 就像以前 我在国内的时候 当时我们老家 那个法院 新来一个小伙子 他的字写的特别好 但是 人呢 就是 颜值相对普通一点啊 然后后来他们 单位同事 给他介绍个女孩 然后把他这个 女孩叫他 法院这般事 谈来在那谈 后来那个 谈完了 当时他们还比较含蓄嘛 然后 友好的说再见啊 然后 这个介绍人 就问这个小伙子 怎么样 这个女孩 这个小伙子说 这不好 啥 啥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就这意思吧 反正原话没这么说 反正就是说 不满意 这个 太啥呀 这是 不行 不行啊 这个肯定不行 然后 接着人问这个女孩 说那个小伙子怎么样 女孩说了 女孩说了同样的话 所以他这个 相亲这个故事呢 一度 在我们老家 那个法院 就传为笑谈啊 但是 当然也不是嘲笑他 只是说 大家觉得 通过这个去 感知人性吧 就是这种 你挑他 他还挑你呢 对吧 你觉得对他不满意 但是 你殊不知自己 对吧 是不是也有一些缺点呢 对吧 这个是我跟 学校远方探讨的 第四点啊 再有呢 就是 有一句话啊 所说的 其实不单单是远方了 其他朋友也说 也说一句话啊 说 单身都是有原因的 这边来消防车了 等消防车过去吧 等消防车过去吧 就不要跟消防车争了 就不要跟消防车争了 这边路口没有红绿灯 挺麻烦的 所以呢 其实 一个人的婚姻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人一会儿就老了嘛 很多时候 很多事情 只有在我们 年轻的时候 心气 体力足的时候 做起来才 比较酣畅淋漓啊 这个不要误解啊 我是说 就是有些事情 年轻人 他这个 充满了激情啊 那么做事情呢 就很积极啊 就不像 年龄大了 就 索然无畏啊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包括 石河远方 他也说 他因为 他在油管这边 有频道嘛 也是他的这个名字 就是 石河远方 然后 他说 哎呀 也觉得 用视频去记录 前面这个人 领了四条狗 觉得用视频 记录生活 好像也没啥意思啊 但是我就鼓励他 我说 其实 呃 我们 过的每一天啊 都是我们 一生中 最年轻的 那么一天 对吧 你今天 是这样 明天你就老了一天 后天更老了一天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还是 去 值得纪念的啊 咱们 不用泥彩的 那个所说的 比较煽情的话啊 什么每一个 不曾起舞的日子 都是对 生命的辜负 咱们不那么煽情 但是呢 咱们说 可以利用 现代这个科技 网络啊 给予咱们的这个便利 然后呢 用视频呢 去记录 自己的一些 所思所想 你看包括 现在看 一两年 或者两三年之前 自己录的视频呢 都不相信 自己当时说的那些话 对吧 都 哎 当时自己那么想 当时自己处于 那么一个状态 对吧 就好像 我在 原来从北京 回老家的时候呢 呃 我我我当时 就是 有一段时间 没有工作嘛 我就 看我以前的 记得那些文字 记得那些日记啊 当时是在 老家那边 单位上班的时候呢 我们单位发那个台历 还是自己买的 我忘了 反正就在台历上 我记一些 比如说今天开会了 什么内容 然后今天去哪了啊 哪个案子开厅了啊 就是简单记一下 还记一些 比如说今天很累啊 今天感冒了 发烧了 这样的 就是记这个流水账 这种的 我就很惊讶啊 我想哦 我说那个时候 自己刚 二十出头 为什么 在好多 呃 天 记得这个情况里面 都写得非常累呢 对吧 按说 二十出头 这应该是 生龙活虎的时候 为什么总是 对吧 就是 所记载的 说哎呀 今天真的很累 头晕 对吧 为什么有这么多 这样的文字描述呢 对吧 我有点 当时就有点惊讶啊 再有呢 就是后来 我在老家那边 呃 所记的一些文字啊 然后记了 呃 大宝小的时候啊 跟 亲暑假的小孩一起玩 一起去 河边 呃 去捉泥鳅呀 或者捞鱼呀 这样的景象 他们互相 呃 怎么样 生气了 哈哈 互相 闹别扭了 谁哭了 就记这样的景象 我觉得非常好啊 就是有的时候 呃 有些东西 当时 你觉得 不以为然 人往往并不珍惜 当前的这个 此时此刻 往往不珍惜 总是想着 生活在别处 生活在远方 对吧 生活在明天 对吧 他们好多人 其实并不 特别去 特别在意 现代的这个 呃 现在这个感受 对吧 其实这就是一种浪费嘛 就像我们 在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 呃 认认真真地做好 认真地吃 而是说 一边吃东西 一边看手机 一边说话 一边谈笑风生 对吧 我觉得这就 是对食物的一种亵渎 啊 我还是觉得 人应该 专注一点 我们啊 就像有的人 吃饭的时候 开手机 上厕所也 坐在那儿 看手机 我觉得这个 我非常不认同 所以我觉得 还是 如果能够 有时间 有心情 有能力 有机会 然后去记录 当前 我们这个时代 以及在这个时代 我们所处的位置 我们的感受 我们的 经历的这些 好的也好 或者说 遭遇也好 那么都把它记录下来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 对吧 好吧 就说这么多吧 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